云端上我就把它分开来 所以你们如果要查看程式码 你就把它点两下打开 这个里面的程式就在这边 包含就是007 009 011 OK 尤其是009这一题 里面的话程式 刚刚的程式就在这一段 OK 其实关键就在这里 其实如果你实在记不起来 你不如就是把它放在一个 你将来找不到的地方 我是比较建议 你可以善用像云端一样 为什么云端 你因为写在笔记本的缺点 就是你不能复制贴上 对不对 你只能看到 然后你有时候 你即便从打过 你还是会出错 因为为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你写的跟你 你要打的 有的时候还是要有个落差 但是如果你把它贴到云端上面 它的好处就是说 你将来要复制要贴 都比较没问题 比较不会有挫折感 所以我建议你们尽量在写程式 能够降低你的挫折感 我觉得你写起来也会比较有动力 为什么 因为你比较不会写就觉得 怎么这么困难 然后一直好像哪个地方又错 哪个地方又错 你就会觉得说你现在不想碰它了 但如果你一直写 怎么写都觉得都没有问题 而且马上又可以跑出程式出来 那你会越来越有动力 我是觉得 所以我尽量还是想一些方法 降低你们的挫折感 那怎么样挫折感 这些都有 都可以复制可以贴 OK 然后我刚刚讲的影片 也都会存在 所以你如果刚假设 还是听不太懂同学 回去建议就花一点时间 再把它听过 哪怕只是一个小细节 所以真的有时候一个小细节 你看起来是好像没什么 但是那个可能就是你的盲点 OK 所以你就反复再多听几遍 就以前我的习惯 因为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 我当学生 我的习惯都做在第一个 而且我以前那个年代是用录音机 那个录音带 TAP的时代 我都把那个录音带都放 录音机就放在最前面 我不管那个课程是不是很轻松 或者是说我是不是听懂 反正我先录下一个队 然后我就回去就反复听 尤其是那个期中考期末考的时候 我就把那个老师讲的 全部都再听一遍 考试全部都照老师讲的 全部再写上去 所以我拿的分数都非常高 因为老师觉得 哇这个学生好棒 几乎把我的字 一字不漏都写出来了 实在是太认真的 因为我以前有试过 真的要拿高分就是一定要这样子 那我以前另外一种用 为什么一定这样 因为我以前也很用功 但是我都去找图书馆的 别的作者的论点 然后写 我觉得写得很好 还用别的作者的论点 后来发现老师不喜欢 还把我当掉 真的我就觉得很挫折 我这么用功 我还跑去看别的作者 别家说法 结果后来发现 这种老师不爱 因为他会觉得你不认真 对不对 因为人当然喜欢听好听 喜欢听他想听的嘛 对不对 你突然一个论点 突然打击到他 他可能没 一定没看过 就是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所以他可能会认为说你不够用功之类的 不过后来我发现 要拿高分真的很简单 就带个录音机 把它重听 然后以前营救所考试也是一样 我连晚上睡觉 那个录音机都一直播放 我连晚上睡觉都还在听 听到天亮那个录音机还在 这一招很管用 因为我去考营救所的时候 真的我脑袋里面都一直 都会传来那个声音上 录音机的声音 还告诉我答案 然后我就一直写 都不用停下来 一直写 这也是这种方式 所以我提供我会参考 反正学习 最重要就把它记下来 然后能够用出来 当然不是说叫你死背 因为你如果没有背 你没有熟练的 当基础的话 说真的你还是真的打不出沉思 一直错一直错 OK 那所以还是建议花一点时间 那待会的话 最后剩一点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请各位再开启 那个范例里面的 那个教师研习十数统计表 这一题 那这一题的话 有序责一序责二 那请各位帮我把 那个序责二部分 再复制一个 复制的话按Ctrl键 加拖拉加Ctrl键 把这边改成序责三 那序责二指的是 入门班的研习 这个序责三指的就是进阶 所以这边的话 改一下名称 也许就进阶 那进阶的话 它的研习数数只有两个小时 然后有两个老师没参加 然后两个 第一个跟最后一个 这两个老师不参加 然后呢 所有的时速 全部改成两个小时 那你就直接拖拉了 它就直接两个 这个编号的话 重新编一下 应该会编吧 一按Ctrl键 然后右下角这边拖拉 这样就OK了 所以呢 序责一是入门的研习时数 序责二是进阶的 那序责一是什么呢 就是所有老师 也就是说呢 我希望知道呢 入门跟进阶 每一个老师研习时数的加总 所以这一题有跨工作表 跨两个工作表 OK 那比如说 以前当然你如果不会对的方法 像王庆路 到底几个 你当然不会这样切过来 有没有 没有 有没有 没有 那你输入0 是不是 李四远 切过来 1.5 切过来 没有 1.5 是不是 如果你是这样做事情的话 当然不OK 对 我们要怎么样可以 可以一下子 马上全部就搞定了 当然另外也可以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用VBA 另外的话 这一题多一个就是 防止篡改 因为资料里面 最怕是被篡改 比如说你时数做好了 报表也出来了 最后你没有锁起来 然后人家改了 资料就错乱 那错乱之后的话 这会变得很争议 因为到底谁对谁错 这很麻烦 所以倒不如 你就先最后把资料 把它锁起来 但锁起来有个问题 以后如果VBA 那你因为你把它保护起来 所以 VBA要去改写里面资料 当然也会出问题 所以VBA有没有办法动态的 让它可以取消保护 然后改完之后 又把保护再加上去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会多一个就是 教育月里面有个 所谓的保护工作表 把工作要保护起来 这非常重要 这样减少额外的麻烦 所以请各位先 一复制一个讯息三 改为进阶 去掉头为两个老师 时速都为两个小时 然后并且统计 这些二十个老师 两次的研习 时速帮我加在前面 给大家画面先画给各位 这种测试画